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招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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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 三百六十五页 三百六十五页 请看第一行经文 阿弥陀佛 如来以无尽大悲 精埃三界 所以出兴于世 这是一小段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十方诸佛 来到世间的目的之所在 我们看了这几句经文呢 很自然就会想起 三岛大师 当年所讲的两句话 如来所以兴出世 唯说弥陀 本愿海 你看 跟这段经文的意思 完全一样 这个无尽大悲 在普贤菩萨行乐品里面说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这个体就是本体 又以大悲水 为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 智慧花果 一般讲花呢 是指因 果实呢 就代表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上讲啊 诸佛菩萨们都有大悲心 这是讲的本体 所以我们作为佛门弟子 心要安住在哪里呢 大慈大悲之上 而这个大慈大悲不会出问题 肯定还有一样东西在帮他 什么 智慧 所以我们看这些法僧大师 都是有大智慧的 尤其是佛那个智慧 达到了旧见 大到圆满 再看一下我们六道众生 信量大不大 学佛人比一般信量大多了 是不是 至少我们晓得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知道佛家的这个提倡 但是我们现在还入不了这个境界 不过呢 不断的深入经典 不断的深入经典 逐步逐步的就把这个自私自利 慢慢的扩大 扩大到爱自己的家人 爱自己的家族 爱自己的民族 爱自己国家 爱这整个星球 到最后 整个宇宙的众生 我们通通都要关心 通通都要照顾 所以信量的一定要不断的扩大 达到佛那个境界 才算是做到的究竟圆满 所以米跟乌 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在于 各自心量如何 你看我们心量这么小 因为心量小呢 就生活在地球上 他就没感觉到我们心量很小 可能感觉不出来 哪一天呢 您坐这个太空船 离开这个地球 四十亿公里之外 您在回手看地球 请问那时候 您的眼睛可不可以看得到地球啊 四十亿公里 那地球像像什么 好像一粒沙尘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心量啊 太宅小太宅小的 就举这样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所以呢 告诉我们 这经上告诉我们呢 人不能够没有爱心 而且这个爱呢 是无条件的 不像一般众生 这时候六道众生呢 爱护别人 不管他说不说出来 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想法 我今天帮你 我今天照顾你 希望以后你也要照顾我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还在思考我有没有 其实有 潜意识当中 都有这样一个 我们讲啊 私心 不像佛菩萨 再怎么样 辛劳 甚至于被人家毁谤 帮他 他还要呢 批评他 陷害他 佛从来没有运言 还是对待众生 那么样的慈悲 真的这种慈悲啊 说实在话 已经超过我们的父母 有时候听到一些同修就跟我们讲嘛 哎呀法师啊 我现在家里出了问题 小孩难教啊 可不可以帮忙立个牌位 帮忙回向一下 我们说没问题 这个回向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也帮他的小孩的登记这个牌位 他就简单说了一下 为什么要给这个小孩登记牌位回向呢 其实这个情况啊 应该是比较普遍 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呢 他不不想读书 他不愿意去学校上学 他被什么迷住了呢 被电子游戏迷住了 所以他一天到晚呢 都沉迷在这个打电玩 做父母都是希望小孩子趁这个 最佳的求学阶段认知学习 如果说小朋友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不肯学习 他以后怎么生存呢 所以父母很担忧 怎么劝 都劝不了 所以我们自己啊 要晓得 在这个时代做父母 难度远远超过 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刚刚接触到电子游戏 我们小时候 那差不多四十多年前 四五十年前 那现在的基本上都是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个时代 小孩子要能够保持住亲近心 难度大 有电视干扰 有电脑在扰乱 再加上手机 你看他如果有手机 又会上网 他什么时候玩那个电子游戏 您知不知道呢 等到以后他长大了 他自己赚钱呢 他不靠父母的钱来资助了 他想买什么 想付什么费用 您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有在这个时候 当老师很难 做家长也是难 还有一个也很难的 大家知不知道 当法师也很难 哈哈哈哈 几十年前的法师 轻松嘛 对不对 那个网路才刚刚开始 电脑才刚刚普及 不像现在 家家都有电脑 家家都有这个手机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可以看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现在大家的心都很散乱 心定不下来 请他安安静静的读一部经呢 甚至付钱给他读经 他都不不听 你说现在人呢 这个善根福德 非常薄 不肯读经 不肯听经 怎么能够长智慧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 环境上 告诉我们 这些法神大师 个个都有爱护众生的心 那个最难度的三徒众生 佛菩萨从来没有对他放弃过 越是众生造业重 佛菩萨来的越多 来的时间越长 尽量的劝我们 所以呢 三徒有佛菩萨的化现 在人道在天上 当然也不少 的的确确啊 学佛能够改变自己 能够改变家庭 也可以呢 改变整个星球 共同的这个命运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现在整个地球啊 病得很严重 也就是说整个磁场呢 越来越恶劣 谁愿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居住呢 我们现在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非待不可 什么原因呢 一句话 我们念佛的那个道心的力量不够 还是被这个业力哦 束缚住 把我们呢绑在这个地球上 不能够处理 所以哪一天呢 您功夫成片呢 您就如何了 走了咯 对不对呀 谁愿意待在这个地方 谁愿意在这里 哎呀 过这种苦兮兮的日子 不但老人苦 成年人也苦 青年人苦 甚至于那个婴儿 您仔细观察 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苦 因此我们到基督世界是做什么工作呢 就像这里所讲的 要成就诸佛菩萨殊胜之果 圣果 所以希望大家呢 这个用功啊 要加强 在这里呢 就说 这也是行业品上所讲的 如来以无尽大悲 你看 他这个大慈大悲 不但是没有条件 也是没有一个限度的 只要是有众生的地方 佛的慈悲呢 统统都要到达 如来以有 以无有穷尽之大悲心 惊哀三界 这个惊哀 就是我们常说的 脸序 怜悯 打个比方吧 就好像是父母 他看到儿女啊 很小 尤其是在婴儿这个时代 刚刚出生 到一两岁 这个时候父母对他的 呵护照顾 非常的细心 嗯 请问大家有没有养过 那个小鸡啊 或者您看过母鸡 怎么照顾他的鸡娃 有没有看过 看过 一旦遇到危险的时候 那个母鸡会怎么样呢 赶紧把他的小孩子啊 这些小鸡 招呼在一起 然后就把这些小孩子呢 就 就尽量 在他那个翅膀 保护之下 如果遇到那些凶猛的动物 这个母鸡呢 他会舍弃自己生命 阻挡那一个动物 看看动物 有这样的举动 再想想我们人 所以人跟动物有没有这个差别呢 没有 所以人呢 一旦发现自己小孩遇到危险呢 他停上而出 动物呢 也是如此的 因此 这个爱心 是不分民族 不分呢 族群的 一般我们讲不分众生的 同种都具备 那佛家这个爱心呢 是从真实智慧里面流现出来 是从真心里面流现出来 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他那个爱心呢 不会变 我们的爱心会不会变呢 不可否认 常常变 是不是 有时候你的爱心稍微大一点 有时候爱心呢 就比较小一点 甚至有时候就怎么样呢 就不爱了 这个情况 你看我们学佛之后 还会有 那更何况是不学佛人 不学传统文化人 所以他有那个变化 我们应该要原谅他 为什么原谅他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还是敌不过自己烦恼 他根本都没有学 所以他有那么严重的烦恼 我们应该要谅解 要包容他 这个精埃三戒 三戒呢就是指的欲戒色戒 五色戒 这就包括六道众生站立了 这个范围啊 蛮大的 佛呢 为悲悲悯三戒之一切众生 所以初心于世 诸佛如来 为什么来到六道里面呢 看到我们太可怜了 其实我们大家可怜 从什么时候开始可怜呢 不是出生之后开始苦啊 我们在还没投胎之前就开始苦了 真的那个灵 那个神是哦 在这个空中这样子 游来游去啊 我们常说嘛 孤魂啊 这样讲其实大家 大家不要介意啊 真的我们这个神是在这个空中 你看无依无靠的 找下一下一下一队的这个父母在哪 找了之后呢 一旦投胎十个月 就被关住了 关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受苦 出来的时候呢 继续受苦 一直苦到呢 老死 就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佛啊 实现八项成道 那我们看佛 他来到人间 他是不是一下就献个佛身 给我们看 他不能这样做 他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可以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 他如果直接献个佛身呢 这个三十二项 那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 您 您是高人 我是凡夫 那当然您可以这样做 那我是没办法做的 那佛为了随从我们大家的程度 他也要实现了 入胎 住胎 出胎 长大 出家 修学 降魔 成道 入班里完 这就是八项成道 可是佛呢 经过这个八项成道啊 他没有一点点苦 不像我们来的时候苦 走的时候也苦 真的人呢 在死的时候 那个要走的人 他看了旁边的家庭眷属 一一不死 那围绕在床边的 这些亲属呢 哭哭啼啼 两方面都在哭 那佛走的时候 他是不会有这种 悲伤的这种反应 所以我们自己呢 对于这个六道里面的状况 一定要很理智来看待 要知道这个六道里面的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四个字就说清楚了 圆聚 圆聚 圆善 所以我们常常说嘛 这上课 就是圆聚 也是圆善 九点半聚在一起 十点四十五呢 我们就离开这个讲堂 这完全是因圆生法 不可得的 底下在说明呢 他是表什么 此 正表明如来 出现世间之本怀 这个本怀呢 就是说本意 你看佛来的时间是为了要度众生的 我们来的这个时间是做什么呢 不外乎 报恩 抱怨 讨债 还有个是还债的 下面是法华经呢 所讲的 诸佛师尊 唯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这段事情呢 我们也把它搞清楚 佛来的时间原来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 那这个大事因缘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通通都能够啊 离苦得乐 我们有哪些苦呢 我们有哪些苦呢 所谓的三苦 八苦 有的经常讲二苦 哦 只是开合不同 一般讲三苦呢 比较全面一点 所以佛很慈悲 他已经在 呃 长吉光当中呢 他正得了 但是呢 为了要帮助我们 大家 他又在 十报土 实现报生 又在方便土 又在这个 凡圣土 居土 实现硬化生 我们现在是什么生 硬生 我们这个生好不好呢 不好 我们叫什么硬生呢 佛来到时间八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叫圣硬生 我们这个生呢 叫烈硬生 热烈啊 很长 从哪里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吗 大家可以 把自己的相片 从婴儿那是相片 如果大家保留的话 摆第一章 在十年十年的相片 放在一块 您就仔仔细去观察一下自己 越到最后 我们就看到什么呢 哎呀 你就很感慨呀 如果年年十八岁多好 这是大家都很希望的 那佛呢 没有这样的转变 所以我们自己学到 就是希望自己啊 都能够保持正常 所以我们有生脑病死 这就不正常 但是凡夫呢 把这个不正常 以为是正常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迷惑颠倒 搞错了 看错了 想错了 说错了 也做错了 所以佛在时间呢 就要天天教学 从这个三十岁开始 在路野院教五比丘 我们仔细观察 佛第一天上课 他就有效果 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看出来 五个学生嘛 对不对 第一天上课 有没有人就毕业了呢 有 什么叫毕业啊 他正在阿罗汉谷 我们在想一下自己啊 我们如果听一位大德的讲课 我们听了多少堂课 那到今天有没有正果呢 您打算什么时候才正果呢 这个 你看 教诚如尊者 他就厉害 所以佛教学啊 你看他就很有成绩 不过我们再仔细观察 五个弟子听经 只有一个人开悟 那就是五分之一 是不是 少数吗 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八十人呢 听一次还不行 那就必须啊 常年累月的熏修 所以佛讲经呢 他就很辛苦 讲了十二年阿罕 八年方等 二十二年波日 最后讲到 八年这个法环礼拜 所以我们根性是怎么样的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我们不是能大师那样的上上根人 我们比不上会能大师 我们是中下根性 中下根性 真的这个学习佛法 一天都不能够放假 说句实在话 为什么我们上一世 再上一世 再上一世 也学过佛 何也不能够成就呢 精进没有做到 精进呢 如果我们改用 地险老 不是 海险老上那句话 来讲就很容易理解 他说他念佛不拐弯 念佛不拐弯 想法当中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别的念头 这个就叫精进 所以我们自己每天读经 变数越读越好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我昨天晚上太热了 太累了 我今天早上体力不够 我起不来 或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我想多躺一下 你看这个早上时间就 错过了做早课的机会 但是早上你们做早课 有啊 您不一定来到道场做 在家里可以做啊 其实我们要知道 古人传授那个十念法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给最忙碌最忙碌的人 制定的这个早晚课 只要念十口气阿弥陀佛 这也算是早晚课做完了 绝对不可能说 连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这个我们都不相信 所以这个定刻不能够少 那么在家上散客 多多一声 越多越好 所以呢 这里法华经就说嘛 一切诸佛来到时间 就是为了这个大事因缘 其实法华经教我们什么 就是教我们要成佛的 那教我们怎么成佛呢 原来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 所以古人就说嘛 成佛的法华 下面是念到所讲的 是尊所为之大事因缘 即宣说弥陀愿力 普度众生也 这个解释啊 绝对正确 其实呢 不但是释迦牟的佛是这样的目的 弥勒佛将来也是这样的目的 将来后面 弦节 九百九十五尊佛 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因此善道大师讲的一个话 真的一点都没错 唯说弥陀 阿弥陀佛本愿海 诸佛同修 将来您成为妙音如来 您要不要跟人家讲本愿海呢 肯定讲 请问阿弥陀佛本愿我们记住没有 要把它记住 要尽量去学习 大家仔细观察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有没有哪一院是为自己考虑的 全都是为了六道中师 都是为了阿罗汉 匹之佛菩萨们设想的 他没有私心 所以法华经劝我们大家 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那华严经经中之王 也是劝我们大家 求生西方几个事情 真的 这个一圣经典 我们今天都遇到 那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 是一圣当中的一圣 最殊胜的 看看无量寿经 从头到尾 都是劝我们大家 要把这个信愿形建立起来 谁有信愿形 绝不动摇 这个人可以说他这一生成佛 肯定有把握 其实我们 比较其他法门之后 您就会发现 学别的法门难度大 修净土法门要求呢 不多 怎么说呢 其他法门它是要断烦恼的 而净土法门只要我们做到什么 用一句佛号 把所有的烦恼 把它压住 控制住就可以了 这个叫福 烦恼 古人打个比方 像石头压草 这叫福 如果要把那根草呢 连根拔 大 那个难度就大 这位同学不是都有房子吗 对不对 您找个时间 把你们家那个后 花园呢 随便拔一根草 你看拔那个草都费劲 但是如果捡一根草啊 那就很容易了 这就是八万十千法门跟念佛法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一些诸佛啊 都是劝我们大家要这样子修的 那我们老老实实念佛 也尽量的劝自己的家庭去多念佛 大家都很希望家人一团和气 家庭的氛围啊 我们讲磁场呢 非常祥和 怎么样让家里面的气氛 达到最佳的状态呢 真的每个人都发心念佛 那个磁场是最好的 你可以做个实验嘛 下了课之后你到停车场站个一分钟 然后再去念佛堂去念佛一分钟 你就会感觉到 念佛堂的磁场跟停车场的磁场就不一样 这个大家相信都会认同 所以我们呢 专心念佛 在那个当下就会蒙得十方诸佛的价值 其实我们如果在停车场 也念佛 那个停车场的磁场会不会被改变呢 也会 所以就看我们想什么呢 你想啊 这个地方好 意念 是主导 所以环境再怎么差 只要我们是用了最纯净纯善的念头 他这个 风水的 立刻就被转变 因此我们建议 诸位同修 家里面呢 最好能够拨两个机器 分开 一个是念佛机 那另外在一个小房间呢 可以放一个拨金机 24小时 不停的拨放 这个非常好 因为这个拨放念佛机 拨金机 他会改善您这个房间的磁场 一走进来就感觉这个房间很舒服 相信大家都到过外面旅游 有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到一个旅馆里面呢 进了那个房间里面 门也打开 房间是打扫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可是就感觉里面怎么样 冷瘦瘦的 好像觉得我这个皮肤啊 都会几个疙瘩 甚至于晚上睡觉呢 都已经睡着了 忽然了 就受到那种无形众生的干扰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没有啊 那是因为您福报大 所以那些众生呢 没来干扰 因此我们一般到外面旅游的时候 或者是出去办公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一个习惯 随身会带一个有电插头的念佛机 所以第一个动作 把这个行李仪放下 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念佛机 插上去 电源打开 就让这个符号开始播放 那这个房间的磁场马上就转了 虽然我们自己有时候忙忘记念佛 但是那个念佛机很慈悲的 我们不念佛 他在提醒我们念佛 他在帮我们转这个磁场 所以我们真正的善友 大家要知道 念佛机是善友当中一个 其实这个善友是蛮好的 这个善友会不会打妄想呢 不会对不对 你看他 做而复始的 每秒钟 每分钟 每小时 都在劝我们大家要提起正念 我们道场 可以讲 有一样东西特别多 你把我们这个道场的仓库大概看看 你就知道了 什么多 法宝多 我啊 作为同修 所以图文巴的同学 图文巴的居民真的是福报特别大 我们这边的法宝 您再到其他的地方 看一下我们那个法宝 像山一样的那么多 这是这个地方的福 这个地方的众生呢 他前世修的善因修的多 才能够敢得这样的一个瑞相出现 但是光是知道有法宝 而不肯去学 那还不行 我们还要天天读 天天听 并且呢 要天天去落实 那才会真正感受到 诸佛如来教化我们的真实之力 下面经文呢 也是说到佛菩萨来到世间的工作 光禅道教 欲整群盟 会真实之力 这个光 就是明 就是大 就是广的意思 他有三个意思 而这个禅呢 就是开 我们多加一个字 开示 就是禅 而这个道教 这个道教 不是说我们中国那个道教 他这里指的那个意思就范围更大 他是指的正道实教 说的白一点 就是真实的教会 是属于这个道教 即诸佛之教化 总指是尊 一代是教 八万十千法门 所以说啊 释迦牟尼佛讲了四十九年的经法 都包括在这个道跟教里面 故之光禅道教 即广宣如来经法之一 我们这个小道场呢 也是在天天做这样的工作 要把如来正法 广泛的向大众啊 做宣传 做介绍 整记群蒙 这个整呢 就是拯救 帮助协助的意思 这个蒙啊 它的本意是指植物的芽 那群蒙呢 是指众生 就是包括所有大众 诸如来以大悲为体 欲救一切众生 古曰 欲政群蒙 诸佛如来的本意愿 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大家回头诗汗 大家如果看了这个老道场 他们都会有这个山门 您一跨进那个山门 再回头一看 那个山门后面有四个字 大家有没有见过 是什么 回头是岸 最后我们来到寺院 做什么功夫呢 把我们错误的念头想法 看法 纠正过来 那我们纠正依据什么标准呢 我们说最基本的 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地址归 太上赶一篇 佛说十三一道经 昨天早上 那乌生下了课之后 经过停车场 就看了一个现象 当时乌生呢 心里就有点 蛮感慨的 为什么 就看到四个小菩萨 不戴口罩 就从那个六十一那边走过来 所以乌生等下下课之后 就去六十一 看他们有没有戴口罩 如果没有戴口罩 乌生会跟那个老师讲 为什么学生不戴口罩 学生不戴口罩 当老师的人 要先负这个责任 还有当时 如果当场有家长在 乌生会跟这些家长说 他们不戴口罩 是因为你的责任 纵然家长老师有戴 学生没戴 老师家长还是有责任 所以等一下乌生的会 突袭一下 看他们有没有守规矩 上次已经提醒他们了 你看这小朋友不戴口罩 其实我们为他很担心 你看弟子规定怎么说呢 身有伤 一亲优马 谁是亲呢 一切终生都是我的亲人 对不对 对吧 是我们同一个法身吗 所以我们看到佛不上呢 照顾众生 无微不至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最好的方法 无过于采用教学这个手段 下面是会书啊 所讲的 见顿各秤所移 随缘皆蒙度脱 顾云整群蒙 我们大家如果真的把这个师尊所讲的四十九年的经典 这大厂经全部看一遍 您知道佛讲经说法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说的 随机应教 他是什么样的程度啊 就给他讲什么法 程度低的 将浅一点 中等的 讲深一点 上上根人 那就给他讲 无上大法 诸位同修 我们算是哪一种根性呢 您是哪一种根性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您是上上根人 这个绝对不是 呃 残没八截的话 我们讲实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法是什么法 第一大法 对不对 这是佛讲的 第一苏生大法 那第一大法应该是什么人才够资格学呢 对不对 您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 我们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肯死心大地 念这句佛号 求生西方进度 那您不是上上个人 随时的 没错错吧 那有同学蛮谦虚的 发誓我还不行 谢谢你的鼓励 如果我们还不是上上个人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自己要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把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呢 把他补足 但是那个补足啊 要天天补 补的越多越好 不能够松懈 不能够偷懒 不能够携带 所以我们看贤工老上 他本来是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 但是人家呢 一句弥陀念道题 你看他那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 他最大的一个长处就在于 老实 听话 真感 下面是绘书啊 进一步讲 欲指世家大悲所愿 然此一字 同上下 第一个意思呢 第一个意思呢 是欲整群盟 诸如来以大悲为体 欲愿为度者领度 为安者领安 光产道教 皆为之也 这些呢 都是属于原文 故同上文 那么这里有两句话特别重要 尤其是我们感觉到现在这个时候啊 迫切需要 哪两句话呢 为度者令度 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卫度嘛 还没成佛呢 另外我们现在的心安不安呢 不安 昨天听一个同修讲 整个昆盛 昨天又增加一万零九百人 被感染 你看多可怕 每一天都增加一万 那不晓得今天又增加多少 所以我们这个念佛一定要加强 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念佛 帮助我们大家尽快消除这一个业障 所以现在人呢 我们观察到 心不安 深眼不安 那么念佛人呢 他知道啊 这个身心 其实都是梦幻泡影 这整个六道也是梦幻泡影 整个司法界的也是假的 我们心里面呢 只有一个意念 赶快出六道 赶快出这个司法界 我们向往西方净土 因为在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啊 不舒适的地方 临到极乐世界 那个环境好 从哪里知道他环境好都不得了呢 你从他那个名称就知道了嘛 他叫什么世界 极乐 我们换个说法 那个世界乐到极出 你看这么好的地方 您不想去哦 得到那个真实的受用 哎呀只有两种人不愿意去 这当年红一大师就讲过嘛 两种人不愿意去啊 哪两种人呢 一个是没有搞清楚 于是狂妄之大 非鱼即狂 因此我们天天呢 深入这个黄念导的注解 每天读这个会计本好 虽然我们现在念佛 还是会时常中断 可是呢 这个经教的熏修啊 没有间断 时间长了 我们这个念佛的 信愿呢 就会越来越强大 因此这个听善之师 讲经说法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仔细观察 这个大藏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哪一天呢 召集他的弟子们 我们来打一个佛妻啊 我们来举办一个禅妻 有没有这样子 佛每天很忙的 他一天至少要讲经多久 八个小时 大家有没有试过啊 对一个人连续讲八个小时的话 不休息的 连续呢 你看一个人讲话 要讲八个小时 他体力也很好的 体力不好 第一天可以讲 第二天他就怎么样呢 他肯定要缩水一半 第三天呢 再打对折 他为什么不能够讲那么久 精神不够 你看佛能够每天讲那么长时间 天天讲 讲四十九年 就证明他那个身体好得不得 没事 所以我们看到师父上人呢 你看 这两年前 师父上人每天还讲四个小时 九十岁高点还能讲四个小时 其实我们都忘成墨迹 为什么 其实乌生在这边跟大家做报告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讲下来也是有点累的 看不出来是不是 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 还是有点累吗 因为你要消耗体力吗 还好我们用这个 尽量用那个丹田 用丹田就耗佛的体力就比较少一点 唱练也是这个样子 参加三十七念嘛 或者是念佛 大家尽量多用丹田 顺便多说一句啊 您在这边坐着听课啊 也可以念丹田的 你就把这个气吸到那个肚子那里 那个丹田的地方 让那个腹部扩张 然后慢慢把这个气再吐出来 所以您这一个半小时也在念什么 念功夫 也不要让他间断嘛 这叫慧用功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看第二个 二 为欲慧真实之地 这是要给予我们大家呢 最真实的好处 为如来欲愿众生入弥陀海固 这是要帮助大家呢 统统生到西方进度 真戒则于上说 结归后一约 这做总结了 诸佛之所以初心于世 欲说弥陀愿令 慧九万众生 将为本怀顾 的的确确啊 佛对于我们众生的实际状况啊 了如指掌 不但对我们现在的事情看了一心来处 他对我们将来的事情呢 也都知道 那过去事情佛知不知道呢 也都知道 我们知不知道呢 都不记得了 对未来的事情一问三不知 甚至等下下课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晓得 因为佛有圆满的智慧 所以他晓得 该说哪些法 该用什么方法 引导我们快速回头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心静下来一分 灵的本能 就会恢复一分 其实我们对那些啊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神声传 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们学院 我们学院应该有这些这套书 高声传 神声传 有 记得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讲经的时候 是习讲这个阿南问世佛吉凶金 你看这个 安什高大师 他是现在的伊朗人 以前叫安息国 后来叫波斯 现在叫伊朗 他是伊朗人 他就有一种神通 什么神通呢 他能够听得懂 鸟兽的语言 他跟一个朋友嘛 在这个森林里面走 然后就听了这个鸟在树上 叽叽喳喳 讲话 他就跟他的朋友说 对面有什么人走过来 那个朋友说 你怎么知道 安什高大师就说 那个鸟刚刚说的 我就听得了 从这里你就知道 不但人喜欢讲是非 鸟也讲不讲是非 也喜欢那么八卦 也喜欢说三道士的 果然 就看到了他们还在走吗 果然就看到几个人呢 就从对面走过来 就是安什高大师 所说的那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华言经 一开头 佛就很感慨的讲 一切众生 就有如来智慧得相 你看这种三明六通 我们都具备 为什么现在没有现钱呢 好像您家里有宝库哦 不知道那个 他在哪儿 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 晓得您是富二代 没办法把这个宝藏挖掘出来 什么原因呢 佛来讲 因为有妄想分别之主 所以修道 学道行道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的信德里面的宝库之门 在打开 用什么方法打开呢 孝跟敬 孝敬 最好的方法 下面继续讲 慧真实之力 这个慧啊 就是慧施 我们稍微白话一点 就是不施施舍的意思 以恩赐之一 他还有恩赐的意思 大家请看我们这个讲堂前面 右右边 你看这个赵普老写的四个字 大家看这四个字啊 您就可以看得出 赵普老他那个笔啊 他落笔的时候 他那个手力量很很很大 看字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修为 像这四个字啊 大家可以把他当作法宝啊 请回去 表好 放在您家里面这个大厅 真的 一家老少啊 都看了这个四个字 互相有一个共同的见解 就会产生 什么见解呢 彼此都要感恩 是不是 长辈对于晚辈有恩 那晚辈对于长辈有没有好处呢 也是有的 大家互相照顾嘛 那一般来说 长辈照顾 晚辈的呢 更多 更深 更狂 所以看了这四个字啊 我们常常想到 别人给我哪些好处 不能够忘啊 所谓的 饮水思愿 底下再介绍 真实之力 按善导大师意 指弥陀誓愿为真实之力 大师济云 如来所以新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害 这就是为什么悟圣在报告当中呢 常常建议作为同修 无量寿经 如果我们还记不住 您可以先记其中的一品经文 它是比较长 但是呢 您就可以专门念这一品经文 就是第六品 为什么要记这个第六品呢 因为第六品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本愿 这是我们本尊嘛 那么到达基督世界那是我们的本师 所以我们把本尊本师的心愿了解 然后再依照这个标准 来更改自己的错误 在现前呢 我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四红四红试愿的前面两个大愿 第一个要拓宽心量 众生无边识愿度 那第二个呢 就叫断烦恼 怎么个断法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读书万遍 气之间 大家笑的好灿烂 古人说千遍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改一个字 改成万呢 因为我们现在环境太恶劣了 其实我们在图文巴尔 已经算是比较安静的一个场所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佛经上的标准 相对来说 比大都市 那是好多了 所以我们修行呢 你想要成道 选择一个良好的场所 就很重要 在这个地方 你能够感受到 这边的人士比较单纯 所以我们现在人修行呢 之所以难成就 一个是外缘 极其复杂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内在的烦恼啊 没有减少 不但没有减轻 还要呢 天天增加 为什么会增加 其中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 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不要说别的吧 就说昨天 昨天有没有同修 有没有亲戚朋友 给你讲事情呢 如果没有人跟你讲任何事情 那就证明什么 您这个被污染的 那个程度比前天要好 所以说哪些人愿意有 这个说人我是非的 我们最好跟这些人就提个建议 您当然说话要很委婉 就说呢 这些事情呢 好像不太重要 啊 我们可以不必再讨论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呢 我不想听这些是是非非 我只想听什么呢 我只想听正语 这个好 正语当中的正语是什么语呢 无过于念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张家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 就给人家实现一个很好的样子 他突然遇到客人 跟对方要交谈 他那个话一讲完了 他马上咒语就接上了 他是默念 他金刚词 所以他那个功夫 到最后呢 你就看出来 他是真正的有道横的人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他以后涂皮嘛 就是火化 烧出多少颗万 这个设底子 一万多颗 你看他的遗骸 这个烧出一万多颗设底子 有句话不晓得该讲不该讲 说出来您不要生气 您打算以后烧多少颗设底子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很多颗设底子 能够有十颗 留给后人沾养 你看 如果您有 加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看我这个小设底塔 就是我哪一个长辈 留给我们的 你看多亮 大家看到我们佛堂吗 对不对 有个小设底塔 大家也没看到过 其实能够在佛堂 拜那个设底塔 功德不可思议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细讲 总而言之 是 能够念佛 能够拜佛 能够读见 太大的福报了 佛门讲嘛 礼佛一拜 增福无量 念佛一生 灭罪横杀 所以我们不念佛 不拜佛 那就错过这个 激功雷得的大好机会 不应该啊 再讲 人我是非 张三长 李四短 这个叫伤害 这就发生会命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了些同修 来到学院 他不肯用功 哎呀 就在停车场这样子 闲话 我们又不好意思跟他说 只能跟他打打招呼 就走过去 因为在这个时代嘛 我们要 对大众而讲话 要掌握那个分寸 往往一句话 说错了 对方听了之后不高兴 他就会怎么想呢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又修的不怎么样 我明天不来了 他万一他明天不来了 那我们这个劝告的人 要不背因果 他不肯再进佛门了 我们要背这个因果 所以说话 一定要非常的契机 理要讲清楚 也要适合他的程度 万一表达错误 断了人家的法生会命 我们将来也要受这个果报 好 下面的是真解赞叹的话 此金家独步妙师 他人所谓谈也 这个无量寿金真解 是日本高僧所写的注解 他们赞叹金家 这个金家就是指的 善了大事 你看人家 对于祖师 那个态度多恭敬了 连导公 这两个字都不写 他说金家 所以从这些地方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 日本的高僧 对我们善了大事 非常非常尊重 据说在日本有很多善导 寺 在台湾好像也有不少 那么他认为呢 导公的这个说法是 独步妙事啊 别人没有讲过的 他老人家呢 说出来了 所以在日本呢 可以讲有很多 都是导公的学生 他们的注解呢 跟导公的看法 都很接近 下面呢 顺慈祖 主事 就是呢 我们顺着 善了大事的解释 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力 这个讲法就非常的具体了 什么叫真实之力呢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就是 是的 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为光禅道教 其意名仪 像这些地方啊 我们真的要多了解 一定要以呢 阿弥陀佛的本愿为真实之力 前面两句经文 光禅道教欲整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这个光禅道教 就是指世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而这个道教呢 是世尊所说的一切万法 关于这个正道啊 大家请看一下参考资料上册 五百零五页 参考资料上册五百零五页 大家找正道 大家找正道 有看到吗 好 他说 为佛所说至今 旨意深奥 无作无为 无形无德 自然 自然 合道 视为正道 我们把这个解释啊 稍微 简化一点 就是说呢 佛跟法僧大师们 各个都证得了 法性 法僧 所以呢 他们所说的这些经法 都从哪里流现出来的 都是从自信里面流现出来的 这些呢 就成为正道 而在看我们大家 每天所说的话 您所动的念头 您所写的这些文字 都是从哪里流现出来的 都是从这个第六诗 第七诗 第八诗 所以有个同学 就问物生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科学家提出一个新概念 叫暗物质 黑暗暗 暗物质 他说这个暗物质是不是自信呢 物生说不是的 那是什么的 按照佛家这个法相中的说法 暗物质是属于阿勒也的相分 或者讲 它是境界相 用的整个六道 整个释法界 都是阿勒也变现出来的 那自信有没有相啊 这个我们一再强调 自信是没有相的 他没有物质现相 没有精神现相 也没有呢 自然现相 可是他遇到缘呢 又能够变现 一切万象出来 所以我们学到 没有别的 就是让自己的自信呢 恢复过来而已 那现在我们 因为这个 因为当初一念不觉 而迷了 迷了之后呢 练练都迷 到现在迷的是 什么情况啊 说的不好听一点 大家请不要介意啊 我们现在真的叫迷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你看在这个十把界里面 我们叫好像一栋大楼嘛 十层楼 我们迷 迷到哪里去呢 迷到倒数 第四层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别之主 太浓厚了 每天起作用的 不是第六十就是第七十 这两种 一直在交替 起作用 眼睛一睁开 耳朵一听到声音了 看到听到的 就在那里分别 就在那里之主 那法神大师佛菩萨 他们没有用这个第六十 第七十 他不用 那他知不知道外面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反而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尽量学习 少分别 少执着 像这些地方啊 大家如果有空 你再看一下神 神神传 高伸传 你就知道 这些大德 他们为什么有过人之处 为什么 他就知道那些 我们不晓得的事情 一句话 就是他的心比我们亲近多 多了 不要说别的吧 我们还是讲回安士高大师 他就知道他在中国有两个人呢 是他前世的冤亲在主 但是呢 他甘心情愿的 要偿还前世 他欠人家的两条命 所以他第三次再来中国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出家的身份 第三次再来中国弘法的时候 他一点障碍都没有 假如他第一次就来到中国 欠个出家将 那他肯定就会遇到这两个冤心在主 那这两个人就会怎么样呢 就为了逃命在 像这种情况啊 在古人的记载当中 非常多 所以呢我们心 你们的妄想越少 您的这种本能 恢复的 也就越快 我们这种本能恢复过来 又会起什么作用呢 至少您知道 烧祸会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也知道什么呢 别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呢 有时候可以说 有时候呢 一个字都不能够说 常言说的好吗 天机 不可惜了 有时候就必须要讲 有时候不能说 就像在当年嘛 这个 保之公 大家听过保之公啊 保之公大士 那个梁武帝嘛 就问 我有没有什么冤亲债主啊 要伤害我的 保之公又不能不讲 但是又不能说破 他就比了一个手势 就这么一个动作 梁武帝当时听懂了没有呢 这什么意思 脖子痒啊 不过是 这是什么地方啊 喉咙 对不对 这是井部 喉跟井合在一起 就是刚好他手下一个大将的姓名 就叫喉井 不同的喉 不同的井 果然以后 推翻他王朝的那个将军 就是那个人 但是保之公大士呢 不能把事情说破 因为他必须要受这个业报啊 哎 我们就可能扯的太远一点 总而言之啊 像这些事情呢 您多看一下这些例子 就能够让我们知道 修清尽心 不但对自己好 对于大众 也非常好 下面是真解啊 引用这个六面六药里面的一个说法 这个六药呢 是无量寿经的注解 大家在看啊 注解三百六十六页 倒数第三号 三百六十六页 倒数第二 第三号 他讲 有真解 引六药约 大家有看到吗 好 真实立者 指此名号 即是佛智也 这个解释啊 就越讲啊 越清楚 越讲越明白 原来真实之力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也就是什么 真实的智慧 同时他又说 今真实者佛智名号 我们把这个阿弥陀佛 稍微解释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这是泛语 翻成中文 叫做无量觉 弥陀经上讲嘛 无量光 无量寿 那个光就代表智慧的意思 所以诸位同修 您想要有大智慧 该怎么做最好 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念阿弥陀佛就是帮助您开智慧吗 掌智慧吗 同时 同时呢 曾经又讲了 善道 所谓法障因中 所成真实 故言本愿真实 开知 则真实无愿 何知一句名号 故知此真实通教行性正 日本大德呢 日本大德呢 可以说啊 也是对于念佛法门下过很深的功夫 他能够体会到这个精英 也能够了解到念佛的真实之力 如果他没有真正念佛 他这个文字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自己想要契入这个经上所讲这个境界 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念佛 那这个念佛如何能够早一点得到真实之力呢 古人说得好 心态很重要 要用恭敬心真诚心来念这句佛号 所以佛门有这样句话 叫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跟什么相应呢 大家看这个对联 要跟那十个字要相应 我们生生佛号要跟真诚心相应 要跟慈悲相应 要跟正觉相应 要跟亲近 这十个字太重要太重要了 所以有人念佛 生生佛号 无良功德 那有人念了一万声 哎呀 他那个念佛呢 是有口无性 当然了 他肯念佛好过于呢 说那个四种恶语 比不念佛好 所以我们要会念佛 最后真诫 跟我们讲 因之之利者 名号之大利 其大利之所究竟 即无上涅槃妙国 这是讲的最高境界 原来我们念佛啊 不但眼前能够得到清安快乐 那到最后呢 您岂有什么境界 就像环境上所讲的 您能够赠得妙觉如来的果位 所以我们生生佛号 要跟自信相应 要跟自己的真实智慧相应 因此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之后 我们建议诸位同修 每天呢 念佛的时间越久越好 假如诸位同修 能够每天念佛十四万声 我们有没有空打妄想呢 如果您能够每天拜佛拜三千拜 您肯定就不想出去跟人家喝咖啡 为什么 累呀 拜了三千拜 腿都迈不动了 躺在床上躺平了 不过呢 刚刚开始拜比较累点 拜了之后 您就会觉得怎么样 好啊 有人 他是专门修 念佛三昧 有人是专门修 拜佛三昧 听说在九华山 有一位老和尚 他就是拜佛的 我们没有听过 只是看过一张相片 他到一个寺院去参观 那这个寺院的一个法师跟他说 这是某某大德 曾经在这个寺院长期拜佛 拜到什么样的一个功夫呢 他那是石头地嘛 居然把那个石头磨出两个坑出来 厉害不厉害 这个事情呢 以前我们是先看那个 呃 少林寺那个电影 大家有没有看过少林寺 我们看过十十七遍 少林寺 他有个镜头很 我们印象蛮深刻 他就是那些法师 他就是 战装嘛 你看那个地上那些装块 都被磨傲了 那这个九华山的老法师呢 他就在那个地方拜佛 一直拜 把那个石头 磨出两个深坑出来 这是古人 视线给我们看 修行真正要做到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所以佛家说嘛 置心一触 无事不办 关键就在置心 不要再夹杂 不要呢 再打妄想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 不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三位深处 明天 陽明显 多 陛在 warehouse